接下來來看看 地理二十四 它一千指放置的磁棒 落入一盛場的金屬銅中 所以不盡空氣阻力 其落下速度亦有一定的限度 試駕以解釋 理由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金屬銅 然後現在有一個棒子 即使沒有空氣阻力的話 它也會有一個中端速度 為什麼 因為當這個磁鐵這樣掉下去以後 它在這上面 你就以這個 就是我們把這個看成是一個線圈 那掉下去以後的話 這個如果假設這是N級好了 那它會什麼呢 它會產生一個什麼呢 如果磁動量往後會改變 它會產生一個感應電流 那這個感應電流的話 這個感應電流的話 它上面什麼 這個就是說 那產生感應電流的話 這個電流它會阻止它 對不對 然後如果它的下量速度越快的時候 它磁動量變到越快 所以的話 它產生的感應電流就越大 所以它產生感應的磁力就越大 最後的話 這個呢 產生感應的磁力 它跟重力抵消 它就會等速度的下降 就這樣子 沒問題吧 好 我們說 電流